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在下半天接近山區的地方出現了比較大的雨勢 尤其是在花蓮山區 中央氣象局甚至針對花蓮山區發布了豪雨特報 這雨勢是來的又快又大的 明天天氣狀況其實跟今天差不多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明天主要來說還是吹比較偏西南風的部分 因此我們從雨區暴圖上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像是在中南部地區的沿海 都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不過白天隨著太陽出來之後 各地會恢復比較晴朗穩定的天氣 而且溫度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午後像是在山區的部分 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機會下比較大的雨勢 提醒大家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麼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跟新北市 是秦道多雲台北市接近山區部分 會有短暫降雨高溫33度 至於在桃園 新竹跟苗栗 明天都是秦道多雲的天氣 高溫來到32度 至於在台中跟南投要注意5號的雨勢 彰化秦道多雲高溫來到34度比較悶著 雲林會有降雨 加以跟台南秦道多雲高溫來到33度了 好來看到高平地區 明天是晴朗穩定的天氣 溫度是25到33度 繼續往東部走 明天在宜蘭會有降雨 花蓮跟台東是多雲到晴高溫來到32度 至於在外島地區的部分 來看到馬祖金門跟澎湖 都是晴道多雲的天氣 金門的高溫來到34度 會覺得比較熱一點 好繼續為大家整理一項氣象小低音的部分 明天持續是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在中南部地區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那麼大致上明天上午 還是屬於比較多雲到晴的穩定天氣 不過特別要留意 在午後還是會出現明顯的雨 是要特別小心跟留意要記得攜帶雨距 那麼這樣天氣狀況到了週五週六之後 會稍微有一點改變 到時候水氣就會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這個午後的降雨 又會再變得比較大一些 提醒大家也要特別留心了 好了以上天氣資訊